花蓮县家庭教育中心配合幸福春季集团结婚 规划两场次的预约幸福婚前团体教育课程 第二场次是在今天举行 有上百位的民众报名参加 县长徐正伟特别勉励准心人们 在前往幸福的道路上要不断学习 让花蓮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洋溢着幸福能量 花蓮县家庭教育中心配合幸福春季集团结婚 规划办理两个场次的预约幸福婚前团体教育课程 现在许中会表示 每个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如何维持婚姻共同面对问题 关卡每个人的智慧 家在有本男人的肩 经由不同的个性会遭遇到不同的状况 唯有坚守互信、互爱、互量 才能够在婚姻大陆上洗手向前 无言唯有互信、互相的相信 一定要相信对方 人家说疑心生暗鬼 当你怀疑的时候 你就开始推敲、猜测 那时候你心中的焦虑 还有你心中的不稳定 其实会造成很多 很多互相的猜忌 那就不好了 互信、互爱 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为爱 我们自己找到的你的Mr.Right 或是你的终身伴侣 所以你要保持这个爱 另外互量 每一个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想法 有时候他也替你想 可是他并不晓得 原来他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互量的部分 我们要先听对方的声音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深呼吸 先放完脚步 听听对方怎么讲 然后同理 我想这样子 很多正面的对决 正面的冲击 就会减换 不要想改变任何人 只有欣赏他 包容他 神明表示 婚姻生活本来具有许多摩擦 要巩固婚姻 监索爱情 就必须在结婚之前做好准备 两个人的相处 要学习聆听对方的需求 以及同理对方的感受 要学习用爱包容 化解冲突 他表示婚姻是人生大事 幸福婚姻生活是家人关系和谐的基础 家庭的和谐 才能够造就社会安定祥和 祝福在场所有准心人 感情甜蜜上融洽 牵手一辈子 接着就要欢迎欢迎收到